不是英雄 不獨三國 若是英雄 怎麼忍不動提摩 不知就像纏斑坡 月光太溫柔 吵吵不囉嗦 已經要拿進奏 用陰謀 陽謀 迷索 安朵的謀 懂恨莫 年分三國 說不清誰對誰錯 紛紛惱惱千百年以後 一切又從頭 我出生在福建省的一個農民家庭裡面 父母過去的生活不好 忍機挨餓 後來國家經濟發展起來 又面臨著這些貪官污吏的企業 我在中國生活毫無希望 我找到一個機會來到美國 我愛這個自由的國家 我到美國是為了尋求一種做人的尊嚴 脫離那個黑暗的社會 在美國我通過自己的努力 勤奮的工作 後來我參加了中國民主黨 我的目的是為了讓中國實現自由平等的制度 我熱愛自由 而我在我的祖國是得不到自由的 那裡的生活是沒有希望的 只有在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我才能看到我未來的希望 我熱愛美國 我熱愛這個偉大國家的制度 我也要為改變中國的制度而努力 我的目標就是要接受力量到中國 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 中國共產黨太不倫道了 今天我們參加中民館前的示威 主要為了郭飛玄的太太張青女士 見不到她的老公而去抗議 張青女士剛剛去世 只有她的兩個孩子守在身邊 而她的丈夫郭飛玄先生 在中國要求到美國來陪伴她的妻子 居然被中國政府被認為是尋性鬧事 把她給抓了起來 這樣的做法讓國際社會非常吃驚 連美國政府都出面要求共產黨 糾正這個做法 但是他們根本就不尊重人權 他們無視國際社會的呼籲 張青女士的悲慘遭遇 郭飛玄先生一家的悲慘遭遇 說明了中國共產黨非常的邪惡 非常的不倫道 我們要結束這種不倫道的統治 讓中國融入文明社會 好嗎 好嗎 在我準確